随着时日的推移,明朝这架大车越来越沉重了,周元璋为了控制官僚系统,废除了宰相制度,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了皇帝一个人手里,但是他的后代皇帝不可能都像他一样勤政,国家的效率因此降低,这是明朝后期国事衰落的第一个原因。 朱棣迁都北京以后,每年都有大批的粮食从南方通过运河运到北方,为了保证运河的通畅,又影响到黄河淮河的治理,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,这是国家衰落的第二个原因。 此外,不劳而获的藩王,北方的蒙古人,海上的倭寇,乃至远道而来的欧洲人,都给明朝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。 到龙庆万历皇帝在位的时候,国家的运转已经是百病丛生,幸好这时候出现了一位雷厉风行的改革家, 他推行了一系列新的制度,年迈的明朝又得以延续了几十年。 这位改革家,名叫张居正,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老师,明神宗刚登基的时候只有九岁,国家大权全部掌握在他这位老师手里。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,明朝在全国推行一条编法,也就是把国家向人民征寿的田赋、拆役、杂税等等合并在一起, 并且折合成白银,统一按土地的数量核算征收。 一条编法的推行不但减化了税收程序,降低了运送粮食的成本,减轻了人民的负担,并且促进了白银在全国的流通,间接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。 在这项政策的要求下,除了江南地区的一些地方,人要征收粮食,以供首都所需之外, 全国绝大部分的地方的家庭都要以白银的形式缴纳赴税。 可以想象,政府收上来的肯定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散碎银子, 地方官府把这些散碎的银子融化之后,铸造成银钉,称为金花银。 这块银钉就是万历十六年福建建宁府,上缴给中央户部的金花银。 银钉上不但克了所属的地区,赋税的种类,银钉的重量, 还克了负责的官员和工匠的名称。 小小的一块银钉,凝聚了多少家庭的明脂明膏啊。 庞大的王朝,就是这样靠普通人的税收, 一点一滴堆起来的。 张居正的改革相当成功, 但是明王朝的顾及并没有解决, 来自外部的威胁也始终存在。 到万历皇帝孙子,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, 明朝的内忧外患欲演于烈, 又赶上持续十几年的北方大汉这个王朝的日子, 终于走到了尽头。 1629年,有一个叫李自成的陕西人, 因为生活困苦而起兵造反。 经过几年的战斗, 他成了最重要的起义军首领, 人们推举他为闯王, 率领大家与明朝军队作战。 战火蔓延到整个北方, 1644年, 李自成在西安当了皇帝, 国号大顺, 年号永昌。 随后, 他率军北上, 两个多月以后, 攻入了北京城, 崇祯皇帝, 自意身亡。 从1368年朱元璋建国到1644年灭坏, 明朝一共存在了276年。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简陋的踏片, 它来自于河南省内黄县的一块石碑, 碑文记载了明朝末年当地遇到了干旱、 蝗灾, 同时又爆发瘟疫的惨状, 民生之艰难, 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, 许多人铤而走险, 沦为流寇。 这种天灾人祸的状况, 正是李自成起义, 明朝灭亡的历史背景。 李自成活动的区域主要在北方, 但是当时的南方也不太平, 曾与李自成并肩作战的另外一位起义军首领, 张献忠在与李自成分道扬镳以后, 主要在湖北重庆四川一带活动。 1644年11月,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, 两年以后张献忠兵败逃亡, 离开成都, 逃离之时, 他带走了大西政权积累的大批金银珠宝, 人们传说, 张献忠在逃亡的途中曾将无数金银沉入江水之中。 几年前考古工作者根据收集来的线索, 在四川彭山江口镇的闽江河道里进行发掘, 结果发现银钉、银块、金银等文物三万多件。 其中有一件经册上明确地写着大西大顺二年, 证明这批财宝肯定就是当年张献忠沉入水中的。 这江口陈吟的传说, 竟然是真的。 那这么多财宝张献忠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? 江口陈吟遗址出水了一块已经裂成四块的金银, 上面是属世子宝四个字, 世子是亲王的嫡长子, 相当于亲王的太子。 这枚金银当然就是居住在成都的蜀王府中之物,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枚明朝亲王世子的印章, 更令人吃惊的是属世子宝非常之大, 他有十厘米建方重达八公斤, 想拿起他盖个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这枚印章的发现也让我们知道, 张献忠的财宝应该主要是从明朝的藩王、 官府、地主、富商等手里抢过来的。 好了, 现在男友张献忠, 北友李自成, 明朝是灭亡了, 那收拾残局的又会是谁呢?